剛剛這一題就是說那個藍 就是45個蘋果跟81根相交 要平均分在果藍裡 那總數如果要相同的話 最多可以分成幾個 那實際上這也是最大供應數的題目 只是說把它換成實體的實體的物件 那假如說我今天要求出兩個之間最大供應數 也是用程式的方式來跑 一樣把這個A把它改成45 B改成81 那最後我們來執行看看 結果就是9 也就是說分別放在9欄是最大的供應 就是說可以分別分裝一樣的數量的話是9個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有的時候還是非得 就是用除錯模式來看一下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先把值 這地方 一樣在這地方設一個中斷點 然後呢 這個變數你可以切換過來看一下 直接用除錯模式來看 首先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預設就是 A為45 就是45個蘋果 81根相交 那現在的話 Temp它現在是沒有整 就是說我們還可以跑 所以預設只是0 那當跑第一次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發現就是說呢 我的Temp就是說呢 它因為它除以它 余數呢 次數 也就是它沒辦法整除 沒辦法整除之後呢 我們就把值丟給前面的 也就是說把原來的被除數 給除數 把它給它 給它之後呢 再把Temp的值 也就是說求得的余數 再把 給B 再跑一次 也就是說兩個之間呢 再求得一個余數 求得一個余數 比如說我現在 再跑一次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 把兩個之間 再除 除了之後呢 A現在是45 B的話呢 是36 那結果 也是不能整除 所以是36 36之後呢 那 再做一個交換 再跑一次 跑一次之後呢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呢 兩個之間就會有一個 共通的 我再給前面 再給前面 那你會發現呢 在最後B跟Temp是相等的 相等 那相等之後呢 我們這個 如果Temp把值丟給它 變成9 9之後呢 那這兩個相除余數呢 就會是0 0之後呢 最後就回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有沒有 假設這個地方 我再把9 9給它 給它 然後呢 這個也是9嘛 9也給它 所以9 余數 相除余數的話呢 就是0 那0的話呢 就會跳回這個地方 判斷式就跳開了 跳開之後 我們就得到一個 這個值就是9 這個就是球的最大公因數 那最後我們把這個地方 再按一個 再跑一次 就跳開了 因為跳開之後 然後9 9跟9的余數呢 最後就是0 0之後呢 就會跳開 這個回圈了 那我們得到的就是9的這個數字 其實如果用Step by Step來看 會比較清楚 那當然直接跑的話 你會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好 把畫面呢 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試試看這個部分 那可以用其他的這個值 去換算看看 然後呢 知道說為什麼這個地方呢 是幾個這個公因數 最大公因數 那他可以先把這個 他們之間的 公因數也可以把它求出來 真的好 我們去幫忙 小區 請問一下